让我们祷告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 直到永永远远 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今天的题目是新约的知识 复提示纪念改教运动 01周年 今天的经文就是刚才所读的 耶利米书31章 第31节到34节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新约 如果你想了解新约是什么 那就是这段圣经 同样的圣经也在西伯来书 也可以查到 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 格林多后书三章六节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精益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益是叫人活 那么这里就提到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 那新约的知识 它的职责是什么呢 是在十行传第六章第四节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是 这就是新约知识的知识 专心以祈祷传道为是 使徒们是新约的知识 彼得保罗约翰 以敬虔祈祷 专心传道的传道人 都是新约的知识 奥古斯丁是新约的知识 马丁路德是新约的知识 戴德生是新约的知识 所有那些神忠心的仆人 为主的真道 为传福音 造就圣徒 与主同工的 都是新约的知识 1517年10月31日 也就是501年以前 马丁路德将他著名的95条 钉在了维登堡城 的城市教堂的大门口 这一天也就被定为 改教运动的开始 当我们读一夫所书 读哥洛西书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主一度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坚信 圣灵始终在教会中做工 始终在教会中发挥着监督的作用 始终保守恩待他的教会 所以教会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神在创世以先 勇士的计划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有神的旨意 从大环境来说 真言书21章1节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笼沟的水 随意流转 从个人来说 腓立比书1章6节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正如创世纪22章14节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 耶和华以乐 意思就是 耶和华必预备 直到今日 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 同样改教运动也非偶然 而通过教会 以及大环境的历史 我们也看到的预备 神不但预备了大环境 也预备了他的仆人 就是新约的知识 所有新约的知识 不是因为他们是天才 不是因为他们聪明 不是因为他们高人一等 而是因为神的预备 因为圣灵的造就 两方面的造就 大环境的造就 和个人的造就 每一次教会重大的事件 都有神的预备 都有神的指引 都有神的保守 都有神的恩典 和大能的彰显 而每次 教会当中 对真道的偏离 神也必兴起他的仆人 如犹大书第三节说的 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所以有人说神学是怎么产生的 神学是因为有异端才产生的 没有异端不需要神学 因为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奥古斯丁如此 马丁路德如此 所有神中心的仆人都是如此 改教运动的发生 正值中世纪的默契 我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 实际上这种说法比较粗糙 因为在任何的时候 都有走天路的教会 我们前面特别强调了 教会自始至终 都在圣灵的监督之下 自始至终 都蒙圣灵的保守和引领 自始至终 都蒙神的恩待和看顾 按西方的传统 欧洲的历史 可以三分 也就是三分法 古典时代 中世纪 近现代 而中世纪 这段历史的本身 又可以分为三段 前期 中期 后期 中世纪的开始 是有共识的 继祖后476年9月4日 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也就结束了古典时代 也就开始了中世纪 但是中世纪的结束 是有分歧 只能说到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 这是非常粗略 有人干脆就近似的取个整数 说祖后1500年 其实有几种说法 不止这几种 我举几个例子 1492年 哥伦布首次美洲航行 有人把这一年算作终结束 那么也有用 1453年5月29日 奥斯曼帝国的攻陷 也就是军事担丁堡 被攻陷了 也可以说是东罗马帝国的终结 那在那个时候也叫拜占帝国 那么英国人呢 他喜欢用1485年 波斯沃斯平原之战 作为中世纪的终结 那西亚人呢 他用菲特兰二世的去世 这一年是1516年 当然许多人也用改教运动的 开始这一天 也就1517年10月31日 作为中世纪的终结 总而言之 分歧甚多 所以大家呢 就取了一个整数 1500年 主后1500 反正都在这差不多的时候 而中世纪本身 又分为前期 中期 后期 那前期就包括 日耳曼蛮族的入侵 在西罗马帝国的领土上 建立各民族的国家 那北非和中东 被伊斯兰化的阿拉伯国家占领 修道院的广泛建立 欧洲的基督教化 这是这个发生的一大事 那中期呢 也是大家取了一个整数 就是主后一千年 从这一口算作是中期 这期间 包括农业科技的改进 所带来的贸易繁荣 庄园的形成 特别是1095年开始的十字军东正 一共是八次十字军战争 战争的影响 在这个阶段是非常之大 那么这一阶段呢 经验哲学呢 也占领了 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呢 就成为了神学的主流 在艺术方面呢 乔托邦多纳的绘画 丹丁的神曲 杰弗里乔索的诗歌 马克波罗的游记 哥特寺教堂的建筑 都是这个时期 那教会方面 教皇的权力 从集圣时期的 英诺森三世开始 就开始衰落 为了维持 教廷的权威 就设立了 异端裁判 而后期 却是一个饱受饥饿 瘟疫和战争学的事情 欧洲的人口减少 宗教的争论和对立 从十四世纪开始 意大利兴起了 瘟疫复兴运动 以后扩大到德国 法国 英国 西班牙 欧洲的各国 那么自然科学 也在这个时期 得到了发展 像戈贝尼的日新说 麦泽伦环球航行 伽利略在数学 和物理方面的建 布鲁诺在天文学方面的发现 那文学艺术方面 波加修的十日坛 彼得拉克的春天 拉斐尔 大芬奇 米开朗 奇诺的 这个艺术三节 都是在这个时期 那么在这个时期 西欧的各国 也渐渐的摆脱了 教皇的控制 不再拿贡了 但英法等国还要求教会 向本国的政府交税 而教皇呢 在生活上呢 却是更加的穷彻基 开始不断的增加 腐败 有增无减 于是巧利明末 与各国的贵族一起呢 这个 这个发售这个赎罪卷 利用散毁 弥撒 波信徒 出售圣职 以及教会当中的金银圣器 这些珍贵的文物 并且还伪造圣徒义务 往称呢 有赎罪的效果 来骗取 信徒的钱财 例如是某个 这个圣徒的鞋子 或者输腰的袋子 这都成为圣物 这种变相败偶相 我们刚才说了 每到教会出现大问题的时候 神一定兴起他的仆人 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 神的预备和引领 看到了神 给他们的意向和呼召 看到了神的保守和恩态 这绝不是他们的才智和聪明 也非血气的冲动和盲目 而是圣灵的工作 如 哥林诺前书四章七节说的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所以仆人都是器笔 是神的器笔 这期间 神兴起了一些宗教改革的先行者 比较影响比较大的 威克里夫 牛津大学的神学教授 他特别的主张 只有圣经才是信仰的权威 教会不是信仰的权威 所以他主张 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 信仰应该听从基督 而不是听从教皇 他还把圣经移成英文 要知道在此之前 圣经一本只有拉丁文 也就是武加大一本 那时候一般的信徒 看不到圣经 只有听神父来讲 而且他特别的批评 当时天主教的圣职人员 他说政治与财富 已经促化了教会 这个教会要彻底的革新 他死后三十年 康斯坦丁会议 定为异端 他的遗害被撅出来 焚烧 但是他的影响 对后来的教会非常之大 受他的影响 约翰胡斯 这位成任布拉格大学校长 因为受威克里夫影响 他说神圣教会 包括所有预定得救的人 他特别把在教会里 属于教会这两种人 加以区别 就是坐在教会里面的人 不一定属于教会 因为有假的 他说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 但并不真正属于教会 在宇宙教会里面 唯独基督师头 教皇和红衣主教 不是教会组织的必要人物 不是必要的 教皇 没有必要 他大大的谴责 出售 输罪卷 他认为这是违反圣经的可证之举 1414年底 由皇帝召集 在康斯坦斯召开的工会上 特别邀请了胡思出席 并且皇帝做了保证 保证他的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慷慨的参加会议了 但是几个星期以后 他被教皇约翰三世 就捕捉入狱了 那么 这个教皇呢 他强自作理 他说什么呢 他说按照天主教的条例 传议一断 就失去所有的权利 所以就 无论我们怎么做 都是合法的了 1415年7月6日 胡思在金斯坦斯的广场上 被以异端的罪名 在火星柱上焚烧了 但是他在火星柱上 继续的唱诗 演讲 大一礼 这以后他的同工 被称为布拉格的耶罗米 也被焚烧在火星柱上 这些人看似没有成功 但却为后来的宗教改革 做了预备 下面我们就要说到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在1483年 11月10日 出生于 图林根森林中的一个小人 艾斯莱本 小人 他的父亲 汉斯 和他的母亲 玛格里特 原先都是农民 用马丁路德自己的话 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父亲 我祖父 我家世世代代 都是农民 那么在路德出生后不久 因为生活困难 全家就迁到了工矿区 曼斯菲尔德 依靠他父亲在铜矿 做工 但是仍然是入不服输 所以他母亲就要上山砍柴 来填补家用 那么经过人的苦干以后 汉斯就租了几个小熔炉 并且雇了工匠 就成了小业主了 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那汉斯这个人 他为人比较诚恳 也讲信用 很政治 所以1491年 他就被选为小镇的一员 就寄生于市民阶层 但是这个时候 他家庭仍然是很艰苦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这个路德是老大 他后面又生了六个孩子 七个孩子 而当时的德国呢 也处在一个国弱民穷的这么一个阶段 不像现在的德国 那时候德国穷极了 当时的这个教廷呢 他不单是宗教领袖 而且占有广大的领地 西欧的土地的三分之一 归就要听所有 所以可以说 他是西欧最大的封建领主 除了在全国征收这个十一岁 还通过各种的这个手段敛财 放高裂带 拍卖圣职 贩卖圣物 刚才我们说了 发售这个赎罪券 利用一切的这个手段 包括宗教手段 敛财 由于教廷在这个经济上的优势 所以在西欧的这个政治上 他也独有特权 他的地位高于各国的皇帝和国王 所以他能够操纵各国的政治 他简直就是个太上皇 可以说 而德国当时的情况 是分裂状况 他没有统一的政权 所以他就更抵挡不了 这个教宗的盘剥 所以在这个时候 德国确实是一个国弱民贫的状态 老百姓穷 国弱 所以农民平民 手工业者是身受其害 这也影响了市民的发展 所以路德的童年 就是在这么一种艰苦的环境中度过 路德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对子的教育是非常严格 那么路德又是长子 他们非常喜欢这个长子 所以他们尤其认为要教育 但是他们不懂怎么教育 他们认为教育就是惩罚 所以对路德是特别的严厉 当时天主教的教育繁多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早年的忧太人 忧太人就是把神的律法 变成了许多小条条 安息子 你不能拎两斤东西 你不能走超过两里路 这路细细 非常细 天主教也是这一套 当时星期五 应该是摘日戒日 他不许吃奶油 吃一点奶油就违反教规了 那违反教规怎么办呢 路德家 我刚才说了 他们不懂怎么教育 那就是打 他们认为跟中国的棍棒出校子一样 就打 所以路德最多的一次 他回忆 他一天挨过十五次打 十五次 在他回忆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有一天我父亲打我 打得十分残酷 以后很长时间 我都提心料载 处处躲避他 直到我重新习惯他 我母亲也因为一个倒霉的桃桃 用棍子打得我流了血 他们都是为我好 可是不懂得注重精神 惩罚起来没有尺度 这是路德后来的回应 他还说 我逃往一个修道院 充当修士 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父母过度严苦 但是 从路德本身来说 他还是很感谢 他们父母 他说他最温柔的爱 和最亲切的对待 上帝赐我的一切 我都得于复兴 我之所以有今天 全靠他辛劳的汗血 当时就是这种情况 1490年 路德是七岁 他开始上了小学 那么当时的教师呢 都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 因为严教规 所以路德不单是在家里挨打 在学校也要挨打 他这样回应 他说在学校里 他们什么都不交给我们 却一味地摧残我们的身体 有一天早晨 我无缘无故地挨了15棍子打 14岁 他从曼斯贝尔德的小学毕业了 到了附近 也就是 这个马格道堡的中学 继续求学 你要知道 在外地的读书 花销是大的 他的父母供应有限 所以他每天呢 他是吃不饱的 食不果腹 他只能和一些贫寒的同学啊 每天要上街去讨一顿饭 要讨饭 那么在当时 所流行的讨饭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一堆人 到一个妇人家的门口唱声歌 一直唱唱唱唱 唱到十足给他们食品为止 那后来呢 父母就觉得这个样子 路德太苦了 于是在1498年呢 又把路德呢 送到了埃森纳赫城 为什么送到那个城呢 因为路德的外祖母 外祖父在那个城 他们以为 这个有亲戚 有娘家的亲戚可以帮助他 可不知道 这两个人也是穷得不得了 根本帮不了他 所以他继续的还要祈祷 他所去的这个学校呢 是圣乔治中学 但是这个学校呢 有大学预课 所以也称为 有的书上也称为圣乔治学院 在这个时候 神的手 就在路德的圣乔治学院附近 住着一位沃尔苏拉女士 这位女士家里是个富商 他看到了路德 并且收留了他 所以后来有人写书说 路德的父亲 教了他律法 而这位第二个母亲 他相当于路德的第二个母亲 教了他恩典 在这个时期 他的精神和身体 都得到了成长和健壮 所以他后来称 埃森纳赫为我可爱的成长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 沃尔苏拉女士住在那 1500年 他17岁 他离开了埃森纳赫 去当时德国最好的大学 阿尔福特大学 文科攻读律法和哲学 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 1502年 他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1505年 他又获得硕士学位 这时候他父亲的事业也比较成功 所以在外人看来 他似乎在这个个人世界的奋斗道路上 正在走向巅峰 然而 事情 也要转折 正如 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说 一个话 我晓得 人的道路 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 也不能顶自己的脚步 作为神的儿女 神的子民 我们是属基督的 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都在神的安排之下 都在神的旨意 1505年夏天 他在曼斯菲尔德父母那里 小住以后就返回这个 阿尔福特大学 在这个 佐特海姆的这个附近 天上突然乌云密布 为了躲避暴雨呢 他必须跑步 穿过村前一片田地 但是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 天上突然迸发了一道闪电 紧接着就是震耳的雷鸣 他就扑倒在泥土里面 这完全类似于 当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遭遇 他只好 他当时是吓坏了 他就按照他母亲小时候教他的祷告 他说圣安娜 救救我 为我求情啊 可怜我吧 这里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当时 作为这个天主教徒 他祷告圣安娜 圣安娜又是谁呢 那按天主教当时的说法 我们太误会了 所以不敢直接的向主耶稣基督祷告 怎么办呢 要经过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 所以天主教有一个说法 就是向玛利亚祷告 请玛利亚转告给耶稣 我们不敢直接向耶稣祷告 当然这是现在我们独生 我们觉得这是没有根据的 是完全错误的 但当时大家就是这样认为 天主教也是这样讲的 后来有人说 向玛利亚祷告我们也不配 我们太脏了 怎么办 向玛利亚的母亲祷告 请玛利亚母亲转告给玛利亚 玛利亚再转告给耶稣基督 所以就行而上学的力 玛利亚的母亲圣安娜 所以向圣安娜祷告 请圣安娜转告给玛利亚 玛利亚再转告给耶稣基督 所以她当时就向圣安娜祷告 所以请你为我求情 向谁求情 玛利亚求情 玛利亚再向耶稣基督求情 但是在这时候 她突然感觉到力量 这个力量 胜于闪电 雷电的力量 胜于雷电的力量 她突然说出了一句话 我要当修士 就是修道士 她说完了以后 恐惧全文不消失 这一天是1505年7月2日 今天我们知道 这种祷告的方式是错误 因为这个西伯来书4章16节说了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之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今天再没有人 我们就是要再没有人说 再向玛利亚祷告和向圣安娜祷告 都没有人 这个理论是非常荒语的 非常荒语的 14天以后 7月16日 她进入了奥古斯丁修道院 做了修士 不做律师 那么开始的时候 她也像其他的修士一样 以为苦行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处 启示和拯救 但是毫无效果 奥古斯丁的信任院长 史道比斯 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 特别是他赠送给路德一本圣经 要知道在当时 圣经是非常难得的 整个修道院就有一个圣经 还锁着 你到那看可以 不能拿走 那么 在这个院长的影响下 路德放弃了苦行 谦心研究圣经 1507年4月 他24岁时候 晋升为神父 1508年 开始研究 奥古斯丁的注重 特别注重 关于罪和恩典的问题 特别是 主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和死 所具有的救赎利益 蒙恩德旧 既与上帝建立了新的关系 这不是靠人的善工 这基于 主的拯救 神的恩典 人对神的信靠 得救的人 得到了完全的自由的事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与神的新关系 可以产生 遵行神旨意的新生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新生命 是不可能做善工的 特别是关于预定论的奥秘 成了他和奥古斯丁关系 联系起来的纽带 这也是我们以后所说的恩典论 在信议会特别讲恩典 改革中特别讲拣选 实际上 述途同归 是一个问题 都是神的主权问题 神的恩典问题 正如一夫所书 二章所说的 你们都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1508年 经过院长推荐 就前往新建的 维登堡大学 同时高级神学研究 同时讲授辩证法 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1509年 他在那里获得了神学学位 也就是圣经学士学位 1910年 他返回到 埃尔波特 埃尔福特 并且呢 拿了硕士学位 并且想进一步的 攻博士学位 这一年的年底 他怀着喜悦和朝圣的心里 去了罗马 因为罗马是当时 教宗所在地 但是当他去了以后 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失望 罗马并不圣洁 而是腐败 撒谎 欺骗 偷窃 奢侈 奸诈 和其他亵渎神的事情 1511年 他回到这个大学攻读博士 1512年 他重返了威登堡大学 学校 守博士学位 并且很快地晋升为 圣经学教授 这个位置 是他的终身事业 一直到最后 他一直是 威登堡大学圣经教授 他讲授圣经 一直坚持到 1515年 他又兼任了 奥古斯丁修道院 八所生修道院的监督 这也是他担任的最高职务 这一年12岁 在威登堡大学期间 他讲授罗马书 加拉太书和诗篇 也参与步道和讲经 在这期间 他对罗马书 加拉太书 有了深刻的认识 特别是 罗马书一章17节的话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正 所以路德认为 因信称义 是基督教神学 最根本的信条 也是神学思想的核心 后来路德在翻译 德语圣经的时候 在因信称义的后面 加了一个为字 所以这个史学界有人说 唯独因信称义 就是我们所说的 四个唯独当中的一个 唯信 当时翻译的就是唯独因信称义 不但是因信称义 是唯独因信称义 那么这期间 也就是1516年 路德为他一个学生 这个获得圣经学士 就写了99条 1517年4月 路德又发表了 这个称论称义 151条 9月 他从这个 这个 就有了 辟经验哲学神学 97条 所有这些 他坚持三个原则 这是路德神学的基本思想 一 圣经是唯一的权威 二 一切信徒皆祭司 就是我们直接和神 交通 不需要借助中间人 三 因信称义 这个导火索 就是输罪院 发愁 荒唐的输罪院 不单是输自己的罪 还可以输亲戚的罪 就是脸钱 就是脸钱 所以路德在 1517年10月31号 在威登堡 城市教堂的门上 发表了95条论纲 是赎罪卷的发售受挫 此后 他又连续发表了三篇重要的著作 一 指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贵族书 二 教会背鲁巴比伦 三 论基督徒的自由 本来的时候 路德并没有想成立新的教会 只是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但随着路德被诸出教会 改革运动的深入 新教就形成了 后来 赎云里和加尔文的改革中 英国的圣公会 也就是安利甘会 顺便提一下 英国的这个改革运动 不是从教义开始的 是从亨利巴士想离婚 教皇不许 结果英国教会独立了 但是后来的时候 圣公会有了公导书 才完成了宗教的改革 所以新教三个大来源 新一会改革中 安利甘会就形成了 再次使我们想起了 创世纪 我们开始读的那段话 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 让我们低头祷告 恩典主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纪念改革运动 501周年之时 让我们再次思想 主的恩典 数算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祷告不配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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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